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农历三月初三 欢迎收看汕头新闻 我们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 4月13号到14号 国家体育总局党组成员 副局长高志丹 带队立善调研第三届亚洲青年运动会筹办工作 实地检查部分场馆及运动员村建设情况 召开专题座谈会 听取有关情况汇报 指导推动下一步工作 省体育局党组书记 局长王雨平 市委书记马文田 市长曾风宝出席座谈会 高志丹肯定了汕头亚青会各项筹办工作取得的成效 他强调 汕头要深刻认识办好亚青会的重要意义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 和党中央国务院的战略部署 精心筹划周密安排 高志丹完成各项筹办任务 要坚决贯彻 简约 安全 精彩办赛要求 认真把握各项工作任务的时间节点要求 积极推进场馆设施建设 做好竞赛筹备 服务保障 应急处置等工作 加强与亚澳理事会及各参赛澳委会的沟通协调 要把疫情防控工作放在首位 建立完善疫情防控方案 确保筹办工作安全有序 希望通过各方共同努力 把第三届亚青会办出水平 办出特色 向全国人民和全亚洲奥林匹克大家庭 交出一份满意答卷 马文田对国家体育总局调研组 立善调研指导表示感谢 他指出 山头市委市政府 始终从享政治的高度 把办好亚青会 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具体行动 全力以赴 完成筹办各项工作 下来将坚持牢牢把握简约的原则 守住安全的底线 追求精彩的效果 加强组织领导 协调配合 建立健全上下互动 左右联动 协同运作工作格局 继续狠抓安保防范 疫情防控 场馆建设 竞赛安排 以及开闭幕式 火炬传递 文化交流等工作 加大市场开发 宣传推荐 城市提升力度 努力把汕头亚青会 办成一届独具特色 精彩分成 令人难忘的青春盛会 文化盛会 体育盛会 会上 调研组围绕疫情防控 场馆建设 安全保障等重点工作 开展座谈交流 在上期间 调研组还前往 市人民体育场 汕头市体育产业基地建设项目 亚青会运动员村 亚青会主场馆开展调研 国家体育总局青少年体育司司长 王立伟 亚澳理事会副主席宋鲁增 国家体育总局对外联络司副司长 魏戴顺 市领导邱一辉 陈武南 申永强参加有关活动 4月12号到13号 副省长孙志阳 带领省职有关部门 到汕头市调研工信 能源 及国企改革发展工作 来看报道 孙志阳一行 实地调研上海电器风电 广东有限公司 广东金明经济股份有限公司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海门电厂 和汕头市超生仪器研究所 股份有限公司 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 并召开座谈会 听取汕头市工作情况汇报 孙志阳强调 汕头发展基础好 潜力大 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出席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 和视察广东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 紧紧围绕中央省委 赋予汕头的定位要求 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 推动各项决策落地落实 加快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现代化活力经济特区 打造省域副中心城市 要按照国家提出的 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要求 积极开展能源发展规划 统筹考虑项目建设 招商引资 节能减排等工作 着力推动能源高质量发展 要全面落实国家省会企政策措施 加快培育发展战略性支柱产业集群 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支持引导企业 加快数字化 智能化 转型升级 高质量加快产业园区建设 要聚焦重点推进国企改革发展 培育扶持优质企业 做大 做强 做优 提升市场竞争力 孙志阳要求 省职有关部门 要加强业务指导和加大支持力度 特别是在规划 项目 政策等方面 帮助汕头切实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 助推地方加快发展 今天上午 广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 在广州召开新闻发布会 向各大媒体介绍省委省政府 支持珠海汕头湛江发展政策文件 包括文件制定背景 主要考虑和重点内容等 并现场接受媒体记者提问 省政府新闻办 省发改委 珠海汕头 湛江各市有关领导参加发布会 省发改委副主任 省大湾区办常务副主任 朱伟指出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出席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 和视察广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推动我省经济特区和省域副中心城市 加快发展 3月29号 省委省政府正式公布了 关于支持珠海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化经济特区的意见 关于支持汕头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现代化活力经济特区的意见 关于支持湛江加快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 打造现代化沿海经济带重要发展级的意见 三份文件 这三份文件不仅对推动珠海汕头 湛江三世加快发展意义重大 更将有力带动珠江口西岸崛起 两亿跃升 为全省高质量构建 一核一带一区区域发展格局 打造新发展格局战略支点 发挥重要支撑作用 其中关于支持汕头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现代化活力经济特区的意见 提出了建设高质量发展的活力特区 建设治理高效的法治城市 塑造开放包容的文明窗口 打造巨桥惠民的和美桥乡 建设绿色宜居的智慧都市五大领域重点任务 并对汕头提出了持续激发经济体制改革活力 构建开放合作新高地 赋予更大发展自主权 加快区域创新中心建设等16项具体举措 全力支持汕头加快发展 发布会上汕头市委常委副市长双德会 就构建全面开放合作新高地 发挥桥的独特优势 推动高质量发展 打造区域创新中心等 回应了媒体记者提问 他表示 省委省政府高规格制定实施的意见 专门为汕头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 量身打造路线图任务书 汕头市已成立了领导小组 并召开市委11届16次全会 全面部署贯彻落实 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 扛起历史责任 久久围攻 奋力在新时代经济特区建设中 迎头赶上 在今天上午的新闻发布会上 汕头作为经济特区和省域副中心城市 受到中国日报 科技日报 广东广播电视台等 多家国家省级媒体的高度关注 汕头市领导 从构建全面开放合作新高地 发挥桥的独特优势 推动高质量发展 打造区域创新中心等方面 详细介绍汕头的行动举措 汕头将按照意见要求 请紧抓住RCEP签署机遇 打造海上丝绸之路重要门户 同时加快建设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 全面融入双区双和 塑造外贸竞争新优势 努力构建全面开放合作新高地 汕头是经济特区 白载三步 开放本来就是我们汕头的城市基因 下来我们将借助政策的东风 找准汕头的优势定位 积极参与一带一路的建设 我们也会充分利用好我们汕头的 深化与RCEP成员国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在规则管理标准金融保险 知识探权等等方面的大力合作 打造国际优质的消费领 进出口的集团中心 桥乡是汕头的金字招牌 汕头的华侨华人遍布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 汕头累计利用桥资近一百亿美元 形成了发达的民营经济 桥资办公益事业达到近百亿人民币 在支持汕头意见中 省委省政府提出了 打造巨桥惠民和美桥乡的重点任务 对此双德会表示 汕头将继续做好新时代桥的文章 建平台 建机制 造环境 在引桥资 桥制 桥技 桥力上下足功夫 助推汕头高质量发展 我们汕头有华侨试验区 这个全国唯一以桥命名的 一个国家界的重大的改革开放平台 我们要做好这个华侨试验区的文章 推进华侨试验区 调律的起草和立法 引进桥资企业投资建设重大项目 吸引一批华侨华人的社团 企业 商会 到汕头华侨试验区来投资新业 加快推进便利华侨华人投资制度的专项改革试点 支持华侨华人投资创业和华侨产业急剧发展 规划建设华侨华人的创新创业的产业基地 实施海外博士院士的双市工程 省委省政府意见明确提出 汕头要加快区域创新中心建设 对此双特会认为 首要任务是围绕汕头的产业发展 推进创新工作 汕头的产业方面 我们传统的有纺织服装 工艺玩具 化工数量 等等的传统的优势产业 或许需要转型升级 通过创新来提升我们的产业能及 同时我们正在谋划的 战略性新型产业 比如智能装备 新材料 新一代信息技术 生物医药等等 这些在我们汕头 也有很多的一个发展的基础 很多好的企业 也需要通过创新 来推动我们这个 战略性新型产业的发展 接下来汕头将以工程 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 扛起历史责任 久久围攻 用好意见政策 奋力在新时代 经济特区建设中 迎头赶上 省委省政府支持汕头 建设现代化活力特区的 意见发布之后 引起各界广泛关注 大家期待 汕头把握重大机遇 扛起使命担当 奋力建设现代化活力特区 据有关方面统计 从3月29号 意见发布至4月14号 各媒体报道 传播总数量达2400条 人民网 中国新闻网 光明网 中国经济网等中央媒体 纷纷对此进行报道 南方日报 南方网 广东广播电视台 广东广播电视荔枝网 触电新闻客户端 南方都市报 阳城晚报 今日头条 网易新闻等媒体及平台 也刊播及转载 其中 新闻客户端相关报道 超过1100篇 新闻网站 330多篇 纸媒109篇 同时 各媒体相关报道 引起广大网友 关注和热议 网友说 希望汕头能抓住 这次契机发展起来 预祝汕头再次腾飞 步伐快点 迎头赶上 地理位置非常好的汕头 是会腾飞的 汕头加油 搭上亚清会班车 引进外资 建设一个文明富裕的桥乡 政策往汕头倾斜了 汕头要把握机会 出台建设活力特区的意见 是汕头街祖团起飞 促进潮汕腾飞的希望 来了就是汕头人 我是汕头人 不排外 欢迎大家来汕头旅游投资 同时 网友也对汕头加快发展 提出建设性意见 网友说 希望能展现不同特色的汕头风格 风味 与古雅清丽的风貌与特色 欢迎世界各国各界人士 来汕头旅游 和品风味小吃 参与汕头建设 汕头的发展 首先不拘一格用人才 人才是发展的第一要素 其次要占高位 目标远 引入高科技大项目经济支柱 发挥大潮汕资源优势 促进汕潮街融合发展 打造越东东方明珠 昨天下午 市人大常委会组织部分人大代表 到汕汕铁路项目 豪江至两场 可位于潮南区龙田镇 画林隧道施工现场 实地了解工程进展情况 进一步加快推动重点项目建设 市人大常委会常务部主任 吴启黄秘书长李律案参加活动 汕头至汕尾铁路项目汕头段48公里 目前汕头段已全面铺开建设 调研组要求各级各有关部门 要紧盯目标任务 明确项目的推进计划和关键节点 主动协调解决存在问题 全力确保项目按照时间节点推进 完成预期建设任务 那么我们作为人大代表呢 可能接下来我们会一直关注的 这个项目的进度 希望就是说我们的相关部门 以及我们的参见各方主体 能够再接再厉继续努力 把我们的这个工程就是说高效的 优质的如期完成 希望下来这个站房方面能够同步推进 比如汕头站也好 潮南站也好 这个汕头南站也好 这三个站房呢 能够尽快启动建设 上上高铁3350呢 对我们整个汕头的这个基础建设 是非常重要的作用 特别是对我们打造汕头这个最大的 越东高铁枢纽站 是特别有意义的 作为代表呢 我们希望就是能够继续的来支持 还有监督这个高铁的整个 整个工程的一个时间表的落实 使它如其通吃 昨天省人大常委会委员 省人大社会委主任委员 徐光率调研组立善 开展城中村智力工作专题调研 并到龙虎区陈挫河实地敞看 是领导林平赵志涛陪同调研 我是建有城中村29个 其中作为我是规模最大的城中村 陈挫河通过提高建警率 推行楼掌制 门进加视频 社会面视频建设 构建立体治安防控网络 治安状况明显改善 片区的消防安全水平和抗域火灾能力大幅提升 许光对我是城中村治理工作予以充分肯定 强调要结合党史学习教育 加强党的建设 通过党建引领 落实好各项治理工作 要重点关注城中村的消防安全 交通安全 探索好的管理经验 希望各级政府加大城中村基础设施投入 对城中村治理进行总体规划 分批建设 力争打造样板村 推动城乡协调发展 今天上午 市观工委召开2021年全市观新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全体会议 市委常委 组组织部部长熊松参加会议 过去一年 市区两级官工委团结带领广大老干部 老战士 老专家 老教师 老模范等离退休老同志 为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 发挥重要作用 会上 一批2020年度全国省市官工工作先进集体和个人 受到表彰 中展男黄若音被评为 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工作者 朝阳区官工委被评为 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集体 市官工委被评文明办推荐上报委 全国文明单位 熊松强调 各级官工委要加强对青少年的思想引领 坚持以得数人 要把握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时机 在青少年中 广泛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深化红色基因教育 带领青少年听党话跟党走 要充分发挥五老 再加强青少年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力量 服务青少年成长成才 昨天下午是金融工作局负责人 走进汕头融媒集团名声热线节目直播间 回应企业和市民关注的融资男 个人征信报告查询 防范非法集资等热点问题 通过手机银行来购买一些理财方面的产品 通过支付宝同样能够实现 这个当中有什么建议和区别没有 这里面的所体现的收益率会有些许不同 但是刚才所强调的就是 不同的平台 但是你这个平台只要是通过这种监管部门 批准的合法的持牌机构都是可以的 融资男的短板 咱们政府方面有什么措施没有 去年这个2月26日是出台了 关于贷款贴息 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的实施细则 对2020年2月至2020年8月期间 发放的新增贷款 这个符合条件的 给予这个基准利率30%的贴息 第二呢 我们是在加快出台这个赠银保 融资合作项目 赠银保 就是政府跟银行跟保险 就引进保险 你财政资金来设立一个风险补偿金 去年 我是发放企业融资贷款贴息 1.27亿元 覆盖贷款本金超过200亿元 优化金融营商环境 是今年市金融工作局的工作重点 近期 我是进一步加大金融服务实体力度 金融营商环境持续改善 市政府还将设立支持企业融资专项基金 实施方案目前正在征求社会意见 要围绕营造联好金融生态环境的总体目标 着力推动山头市改善金融生态环境 14条措施的落地 重点要提升金融服务水平 增强金融对经济发展的支撑力度 近日龙虎区全产业供应链选品中心 在潮汕文化创意产业园启动 该中心将依托潮汕潮淘宝直播基地 构建完善的数字化产品供应渠道 推动本土传统产业利用直播带货新风口 助推新经济转型和城市产业创新升级 三只萝卜新媒体双创平台 潮人潮说两大项目也同时启动运营 并与善讨职业教育集团 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签约合作 潮汕潮淘宝直播基地 还将与本地院校开展合作 连续两年每年定向解决就业500人 2018年龙虎区在全省率先出台 促进新经济发展工作方案 建设创新高地发展新经济 昨天上午 团市委联合团潮南区委 是青少年活动中心 是阳光热线 在潮南区拢田镇西湖小学 举办汕头市阳光成长 为成年人心理健康寻讲 拓展和知识普及活动 同时开展亚青会知识宣讲 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 和心理知识普及活动 以上就是今天汕头新闻的全部内容 感谢各位收看 欢迎您关注汕头新闻 微信和微博 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 明晚同一时间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